你上次邀請了那個來賓他答應你了嗎 沒有 我又被拒絕了 來賓好難找喔 歡迎大家來到 青春企劃的通勤日常 早安 早安 我要跟大家說這是第二集 煩耶 好啦 下一題是社群焦慮怎麼辦 天啊 妳是在針對我 我覺得是 這完全是妳的主場 社群焦慮是完全就是在講我啊 也是有現代人的焦慮吧 可是我那個年代其實沒有那麼多社群軟體 我以前沒有那麼的明顯感受到 是自從接下來準備工作之後 我再跟大家那個解釋一下好了 裕婷是我們青春發言人曾經的小編 社群編輯 社群編輯 對不起 我再一次 我沒禮貌 不會囉 要證明社群編輯 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了 但是它完全是一個超級無敵專業的工作 就是非常的辛苦 會有很多直接傷害的部分 請說 就是妳每天要手機不離身 或者是電腦不離身 無時無刻連著上網路 對 無時無刻連著上網路 現在已經不是陽光空氣水了 還要加網路 沒有網路沒有辦法活 然後現在是社群媒體沒有辦法活 你現在最焦慮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只要手機跳出通知 就是我第一時間我就會想要看 就算我現在在開車 我的手機在震動 我會很想看 安全安全 就是妳會想說到底是什麼訊息來了 然後 而且我很佩服可以關通知的人 就是我沒有辦法關通知 就是我會覺得我好像會跟世界漏掉了 就是miss掉一拍之類的 所以妳晚上睡覺什麼也都不會關 不會耶 就是不是什麼勿擾模式 但是不會 我真的是還為了這 有點為了嗎 也有可能 就是買了一個Apple Watch 哇 就是因為騎機車的時候 就看一下Apple Watch 這個訊息可以先掠過 然後再繼續騎這樣 是不是騎車應該要認真一點 就覺得很合 為了不掠過任何消息而買Apple Watch 而且我們是在公視做社群編輯的工作 比一般的社群編輯更要謹慎 就是沒有辦法非常快速的就回應任何的事情啊 或是有什麼消息一出來就立馬回應 而且我們也有我們棉粉的步驟在走 然後就是你要一直去調配那件事情的時候 你真的有時候會雙頭燒 你會不知道你要先兼顧哪一個 然後你明明知道這樣PO出去可能會有人 就是會吸引非常多的人來看 但是你會覺得 那我這樣PO出去的價值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公視當社群編非常大的 那是什麼啊 阻礙嗎 還是什麼限制 還是要說一道牆 就會自我審查啦 自我審查的部分過不了 對啊 好像一直在糾結這件事情 那你要怎麼去抓住那些東西 當然你要抓住那些你就會有焦慮啊 你就會每天一直焦慮說 天啊我是不是又miss掉這個了 我明明可以做這件事的 辛苦了辛苦了 那來一點那個日常一點的焦慮 之後有什麼 你自己覺得你有在對社群這件事有什麼焦慮嗎 我跟玉婷是完全相反的類型耶 我是高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手機剛起來 大家開始玩IG什麼的 那時候會比較黏在上面 我也會像玉婷剛剛講的 我沒有辦法接受紅點點 我一定會全部已讀全部看完 可是隨著就是年紀增長 然後有越來越多雜事 或是有越來越多廣告訊息 我就越來越放下手機這件事 我自己是完全不會被通知給干擾 而且我是完全可以官務饒模式的 然後我的那個紅點點 就從以前我一定要刷掉 變成說我現在只要累積到99 100 我都隨便 我都不會去點 好厲害喔 我就會讓他沈在那邊 然後我現在手機是板江紅 然後有些人看到他就說 你怎麼做到了 我受不了 對啊你怎麼做到的 我真的就是忽視他們 因為覺得那些訊息沒有很重要 然後我不想看我就不看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找我 你就可以打電話給我啊 可是我以前也當過小編 我上一份工作當小編的時候 真的就是像玉婷這樣 沒有他那麼誇張 可是你就是隨時隨地都在打開手機 看有幾個讚 有幾個轉發 有幾個留言 然後還要一直跟風 就是大家以為你在滑臉書 但沒有 我是在看現在在流行什麼 現在在聊什麼 然後一出來 我就要馬上立刻做一個梗圖 什麼什麼的 然後會排成嘛 你會排說我禮拜一要發什麼 然後禮拜三要發什麼 都已經先事先做好素材 但是當有一個現在很火紅的東西上來了 你就馬上就要去丟掉那些排成 然後開始做一個新的圖 嗯 然後就會每天要follow很多東西很焦慮 對 但你現在戰勝了耶 好厲害喔 超厲害 好這題目其實我想做很久了 但是最一開始在想的時候 是在想手機成癮 大家都一直說現在的年輕人 就是一直看手機 然後因為手機成癮 而怎麼樣不會溝通 不會做家事 不會什麼什麼 各式各樣的問題 然後那時候其實帶著一個 就是很任性的想法 想要去問說真的嗎 我們真的有承認嗎 或是我們真的因為用手機這麼不好嗎 我覺得這個背後它一定有一些原因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個焦慮啊 其實跟在意別人看法 其實是很相似的事情 就是有一種一線之隔的感覺 就是你就是在意別人看 你怎麼在社群上po出的東西 或是你在意別人在社群上po出什麼東西 然後我有沒有比較好 嗯對 好啦這次的來賓就是 9188 耶 耶 我跟你說 9188大家跟我們敲碗敲很久 從第一季我剛開始做的時候 去學校校園訪問 就有同學跟我說 姐姐你知道9188嗎 我們好喜歡他喔什麼什麼的 對所以我就這個心願一直放在心底 想要替同學跟替我自己 邀請到9188 對然後因為他自己有說 他是一個蠻在意別人看法的人 然後又是一個有點完美主義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現代人 大家都一直都還一起在面對的事情 還沒有說一定怎麼樣可以解決 或是一定怎麼樣就會好 但還是有一些小方法可以來幫助自己 嗯然後如果你想要借手機無方法的話 可以推薦看青春發言人的 �제手機實驗影片搭配服用 耶欸欸欸欸 連結放下面 對 intro本人寫的 耶欸 清初有點翻我有該怎麼辦 哈嘍我是柯宣儒 對很多人來說 現在手機跟網路 以及是日常生活當中的必需品了 一段時間沒有太暈一下 或看一下就覺得好像全身不太對勁 但是你的心情會很容易受到 社群媒體影響嗎 看到大家IG上面 精彩的生活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太如人 也很容易受到别人的评价 遇到这个状况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Joanne爸爸来跟我们聊聊 嗨大家好我是Joanne爸爸 还蛮好奇耶 你自己从学生时期开始 就有很频繁使用社群媒体的经验吗 最早期的社群媒体经验 就是当我们还在用这样子的电脑的时候 刚才看到这个电脑 奇魔家族啊 然后以前有一个叫做无名小战的 因为我们年纪比较近可能就会知道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社群的很前身 跟Facebook也有点像 就是说你可以大量的上传你的照片相簿 然后大家可以在留言板留言 你可以互动一个网址 写日记啊 抒发心情啊 所以最早开始是这样 然后那时候国动就是追星嘛 然后喜欢一些流行时尚的东西 我就会自己当那个奇魔家族的战长 你有创战 但是没有很多人参加啦 不过就是一些像是那种粉丝后援会啊 或是我喜欢看的日本流行杂志啊 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这样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脸书 到比较现在就是比如说 Instagram等等 那你以前会在意什么样的事情啊 在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 小时候一定是喜欢的男生 有没有来看啊 对 小时候一定是这样 或是你很崇拜的人 你在乎的人有没有来看 是 嗯然后真的是到后期 我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以后 才会去再看说 哦有没有同行的人会关注啊 那会不会有在意我的一些粉丝 或是他们是厂商跟我合作过的 他们看了有什么样的看法 嗯 其实不同时期就是 关注的事情会不太一样 没错 对 那你自己使用上的经验呢 比如说你有什么阶段 你会觉得好像离不开社群媒体 或离不开网络 甚至有种觉得 好像有点上瘾的感觉 我觉得上瘾的感觉 应该就是这几年 因为我的工作需求 就必须要常常自我行销啊 要跟大家互动 跟大家分享啊 然后粉丝要黏着啊 他们要看说 哦爸爸最近在做些什么 或是厂商他有需要我们分享或是推广的东西 那我就必须很常用 那在用的时候会不小心的就是会越来越在意说 哦今天有100个人按赞 那我下次如果只有80个人按赞 那我是不是做错了些什么 好像成效不彰的那种感觉 那有点变成好像是我的业绩的压力 是 就会开始担心说那我下次要再po什么让人家觉得我可以得到100个赞 会不小心慢慢走到这样的状态去 或者是有时候我就是真的不小心滑手机 看一个东西然后别人就是标签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按进去 然后再按进去就不小心的像泡沫般的 一直进入到别人的页面上的时候我就发现 诶 怎么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对 吓到就是花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好像我体感上只有只有20分钟 但它已经过一个小时了 因为现在手机都会有那个使用时间 它可以帮你看比如说你这个app用多久 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 但是之前我instagram我可以花到7个小时 一整天欸 然后我就吓死了 我想说我不是每次也只打开一下下而已 没有那个就是聚沙成塔的一个例子 而且其实一整天回去然后在想说我7小时到底看了什么 不会记得的 因为现在这个社群它的资讯量太大 然后又太零碎了 所以我就会开始反省说 那我真的需要7个小时 看这些我真的记不得的事情吗 对 其实其实有不同层次的影响 一个是刚刚讲到其实会跟自己比较 这个是时间 对 好像说滑一滑 就这样过去了 对 但是回头看觉得 嗯 我做了什么吗 那种感觉 我觉得社群媒体对我来说 嗯 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我相信大家一开始玩抖音啊 IG啊 一定是觉得 哇 我可以很及时的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然后互动度很高 然后好笑是我马上放到我的线洞给大家分享 但久而久之也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它会变成某一个无形的压力 有时候我真诚的分享的时候 会被不同的解读 会有一种它超异了 它曲解了我原本想要讲的那个很真诚的内容 我今天po了一个 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工作 他的 这是我的专业的要求 但是对他来说就是说 哇 你好爽哦 你可以去 吃好吃的玩好玩的 还可以赚钱 还可以赚钱 旁边有好多明星哦 但是对我来说 我是要这是我的工作的专业展现 所以角度不一样啊 不过其实除了你的工作 相信大家常常有时候也会po文 大家觉得说 可是别人从不同角度 可能我只是分享我今天我去哪里玩啊 可是别人就会说 哎呀 这么有钱哦 还有时间 所以真的不是只是公众人 因为一般人也是会遇到这件事情的 其实也会碰到对不对 难免想到自己发我那个初衷 其实以前我会很走行 以前我就会觉得 哇 他真的是直接刺到我 我觉得他就是好讨厌我这样子 但久了以后 我觉得也是慢慢去理解说 每个人跟你想的 不一定会是一样 那我要去了解他可能背后的动机可能是什么 或是他有对你的投射 或是他真的很也很想要有这样子的生活 那你知道他背后可能是有这样子想象跟猜测 那你就会比较放宽心 对 对 所以其实公众人物有一个要承担的就是 对 你越被喜欢就要承担大家对你的投射 所以有的时候都不是真正对你这个人 有时候是来自于每个人看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经验 没错 但是画成文字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容易去区别 没错而且看起来非常血淋淋 是还是很容易会觉得是针对自己嘛 对啊 这个真的是不太容易 而且我花了蛮多时间去辨认这件事情 因为这种事情真的我也问了很多同行 然后大部分就是说你无法避免这些事情还是会一直来 就是别人对你的批判啊投射啊对你的看法一定都还是会来 特别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就是小时候就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可能你只是两三个朋友或是你们是一个社团 或是你们是一个班级 别人讲什么你就会很容易走心在意 但是你一定要聚焦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的目标 然后你怎么看自己的 哦 这一点很重要 对 怎么看自己的 这个是架构自己的信念跟信心很重要的事情 那其他别人来说的 其实有时候你要去区别说 哦 他真的是刻意的批评 还是他是爱你的 哦 为你好 为你好 但是这件事情也是需要蛮多时间 所以我还是不断的努力 所以听起来你很有意思的做了一些练习 是 现在你是觉得真的 好像不太会受影响了吗 太困难了 我觉得很难不受影响 那当我还没有办法真的接受到 丢过来的恶意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防堵的方式 比如说我会设定 哦 只有follow我的人 他们可以留言 假如啦 现阶段是这样 但我接下来可能觉得OK了 我可以开放大家都可以留言 然后不看小盒子 就是Instagram里面小盒子的讯息 虽然80%都是来鼓励我的 很爱我的粉丝 然后给我很多很棒的回馈 但是我现在的练习就是 好的我也不看 坏的我也不看 然后我现在会 我有工作的需求 我有跟粉丝互动的需求 我会做 结束以后我就 偶尔把Instagram给删掉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吗 你删掉了 你再载回来 其实是很容易的 一点都不困难 大概会删多久时间啊 不能很久 因为我就是 还是有一些 必须po文的时候嘛 但我最常可以 目前一个多礼拜 然后我觉得一个多礼拜 感觉蛮好的 正好那次是因为 我要去台东工作 然后台东又好山好水 所以我就觉得 哇 我可以不要还手机了 然后都跟身边的人 互动 就是我可以把心思 放在当下发生的事情 那我也不太去在意 或担心说 我的网络手机世界里面 发生什么事 然后过了七天以后 我就觉得说 好啦 那我在 我在试着 再po一个文好了 那我就觉得 这个po文对我来说 感觉很好 我不会 好像我已经暂时性的 不那么在意 大家怎么想 因为我就是真的觉得 我很开心的 去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改变 有 对 很多人之前都会想过说 我要暂时不用 或是我要删掉 可是蛮多人会担心一件事 就是说 这段期间如果 谁找我怎么办 或是我如果错过了 什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办 你会不会有这种担心 我一开始会担心 就想说 我是错过了些什么 对 如果少了这个机会 我会不会怎样 事实证明不会怎样 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找你 他一定找得到你 所以不用担心 用各种方法 打电话 也还是可以的 对啊 一定有方法的 我最近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 开始进行新的 兴趣探索 比如说 我有一群 好朋友 我们就说 那我们去上 陶土课 我也上健身课 瑜伽课 就各种 就是以前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然后让我自己的时间 可以有效的运用 那这样子就不需要 一直待在社群媒体上面 然后看其他人做了什么 或许他们也是在做 他们 比如说他也去上瑜伽课 什么的 然后你就会看到 就哇 好厉害 那为什么就不把那个时间 就是真的去实现一点 实体上面 实质上 你会觉得 哇 今天好像完成了一点 而且你才有素材 可以跟大家分享 真的 不是一直在看别人 做很多事情 其实你的方法很多都是 回到自己的身上 对 把时间拉回 现实生活当中 然后做自己喜欢 或热爱的事情 对 所以你刚刚其实有提到 自己跟自己比较 对 那你会跟别人比较吗 比如说看到别人 好像很好的作品啊 是 或者是过很好的 精彩的生活 觉得自己 好像有点差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 绝对的 而且这个行业 很难不去看到 其他人又做了什么 然后又推出什么新的作品 每个人都是很快速 快速地推成出新 好像不允许我们 有一个那个空窗 或是就是整个空白的时期 的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都说 你再不出新的作品 你可能就要掉下来了 就常常会有这样子的 天哪 很威胁 威胁感 会出现在我们身边 所以当时我看见一个同行 他的流量怎么那么高啊 才几天 然后就破了多少多少点阅率 我当然就是会觉得 哇怎么办啊 那你会因为这样的比较 影响到自己的创作吗 就对自己创作没信心啊 或是压力很大之类的 我觉得一定会有 前几年啊 我在这样的状态 有一阵子 就是我会觉得 哇 我不太知道我要怎么创作了 然后我确实蛮低落的 但你真的理性去思考 这个作品 或是我下一个作品 有比之前退步吗 还是我真的有进步了呢 那那个进步是在哪里呢 或许它没有办法展现在外部 所谓那个流量成长 但我自己的目标 在这个作品制定了以后 我有没有达成呢 有的话那你就是放手了 就是他一切那些事情跟你 已经不是有那么多的关系 那是你没办法 你没办法去控制的 但是你在你的本本上面 你知道哇 我真的已经达成我要的目标了 我已经进步了 那你就要给自己正面的回馈 我觉得这个其实 即便是同学也都很有帮忙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同学 很容易也是看到说 谁比如说去得到什么比赛也好 或者是好受别人喜欢 他每次po文都300个500个赞 可是我每次po就三个 那一定是会觉得有落差 一定会难过 可是你刚刚讲的也是 就是我回头想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已经做到了什么 然后我还可以再做什么 就是把那个注意力拉回到我自己身上 对 入这个行业一阵子以后 我就发现要维护自己的创意热情 是比什么都还困难的 所以我们要去区别说 哦原来这个东西 它会影响到我那个最纯粹 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动机的时候 那你就要开始知道说 我要保护它 告诉自己说 我的人生 或是我的作品的规划跟进步 到底进程中程远程是什么 比如说我就是今年暑假要出专辑 那其实我也是隔了三年才出第二章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压力非常大的 因为大家每年都在出新的作品 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必要的 这是我创作必经之路 我内在需要成长 我的作品质量也需要成长 它就是需要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那么多时间创作 就给自己那么多时间创作 这句话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很容易去看别人怎么样 我们就想要赶快 然后我们不想要落后 要追上别人 可是很容易忽略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就是不一样的 可能我需要的 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最后想问问看 爸爸还有没有对于现在 正有这些觉得很容易比较 或者是没办法控制自己 使用社群媒体时间的同学 有什么建议吗 如果你很在意 社群媒体对你的影响的话 或是你很在意 跟你在做一样的事情呢 他们是不是做得很好 然后会影响到你 就对自己的看法 那何不就先把它 mute掉 就是先不要看 然后有意识的去区分说 哦它影响到我的是什么 如果它 引起的是你对自己的 能力的在意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 安静的去把我们的能力 培养起来 你就会越来越 培养你的信心 然后接下来 或许你在回去看到 他们东西的时候 可能你就没有那么在意啦 我觉得当你意识到 这些焦虑或担心的时候 其实是好的 它告诉你 你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 你有一些事情要去面对 那你面对以后 你就会是变成更强壮的自己 嗯 在坐而滑 不如其而行 哎 好棒哦 有点这种感觉就是 就是回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 它就是很重要的 今天谢谢爸爸跟我们聊这么多 谢谢雪儿 记得订阅青春发言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